大家給我的那個賀卡很珍貴 因為這輩子可能 不會再辦第二場演唱會 我說那你丟了嗎 我丟了 真的 為什麼 那個東西比我的生命還重要 因為可能這輩子就沒有 第二場演唱會 對 待過兩三個小時之後 他突然傳一個照片給我 他去那個基隆市的垃圾場裡面 把那個他丟掉的賀卡進來 妳跟他都很變態 很適合在一起 對啊 我們在一起半年而已 然後我們其實已經同居了 我沒有工作 我們兩個都沒有工作 我們是二十四小時都黏在一起 然後那天好不容易 我想說跟那個夏宇盒 還有小優他們去做醫美 然後去雷射除毛這樣子 結果那天我在雷射除毛 但是他說 寶貝 妳出去 家裡交給我 妳回來 我一定給妳換藍一新的家裡 我一定把家裡整理得乾乾淨淨 然後我就很開心地出去 那時候大家就在一起 就是除毛啊什麼 手機一定不帶在身邊嘛 然後大概我們家的垃圾車 是五點十五分的時候 來 他五點的時候傳給我 我沒看到 他就說 寶貝 我那個這個賀卡 因為我之前有辦演唱會 嗯 那個大家給我的那個賀卡 很珍貴 因為這輩子可能不會再辦 第二場演唱會的 那個賀卡很珍貴 而且是我們一起十點多 十一點 還去會場把它救回來的喔 他突然傳給我說 寶貝 這個可以丟嗎 我就沒有回 就寶貝的幾張紙而已喔 五點十五分 二十分 我看到手機的時候 垃圾車已經走了 我說那個看起來像垃圾嗎 他說不像 我說那你丟了嗎 我丟了 為什麼 我就想說 我說你看起來不像垃圾 你為什麼要丟 他說 我不知道 因為你沒有回 我說那他看起來像垃圾 他很像家裡的體積嗎 他說沒有 然後我就當場生類俱下 因為我真的覺得 那個東西比我的生命還重要 因為可能這輩子就沒有 第二場演唱會 對 對 那個形容太猛烈了 沒有 因為我當下 妳這樣戲劇化 對 妳會不會 我本來就很戲劇化 但我當下就覺得說 那個不行這樣子 就我覺得很可怕 他做電視一樣 我覺得很可怕 哭著打給他 我就說 我們分手吧 就這樣分手 就這樣分手 不是 因為我覺得很可怕 是男生如果他是不想 譬如說是故意把你做什麼 你還可以跟他講說 你要怎麼改 可是他覺得這個東西 不是垃圾 他又把他拿去丟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件事情很可怕 他以後會不會 把小孩也拿去丟 我都有機會 小孩丟了 你覺得有問題的人是女孩 小孩就有生命 丟小孩啊 因為這件事情 我會想到 他以後會不可靠 我就是要分手 分手之後我就一直哭 然後我就跟他們去吃晚餐 吃晚餐大概過兩三個小時之後 他突然傳一個照片給我 然後我就很心不甘情願打開 他去那個基隆市的垃圾廠裡面 把那個他丟掉後扛鍵 好 夠了 夠了 真的反轉 真的厲害 我本來分定囉 我本來分定囉 然後他就把他撿回來之後 我就問小優跟夏宇 他說我應不應該原諒他 我覺得他好變態喔 對啊 你好恐怖的故事 因為你跟他都很變態 很適合在一起 對啊 你趕快結婚吧 對 你講我們就是插在樹 插在那種 是花蘭裡面的花 對 花蘭裡面的那種花卡 沒有嗎 你這下面會黏一根棍 對 那就是那個 甚至不是手寫的 不是 我以為是粉絲要 對那邊 喂 喂 郭老闆別講一下 郭老闆別講一下 這個其實 你不要舉他啦 你那一百九幾個位人 沒有啦 牽到色彩 不是 找一張電腦打出來的荷卡 不是 那個就是公版的 Print出來的啊 對 而且你這樣在花蘭裡面 裡面哭什麼 不是 你們扮演唱會是一個 很 很... 那個肯德黎索當然 就是大家就有機會扮演唱會 不是 那個在... 那個你打給花電 花電是在用一個給你啊 我跟你講 他丟掉其中一張是 你跟莎莎姐送我的 你知道這個是 你也不會Pair吧 你被丟掉 我有送了 你要送 你應該是公司幫你送的吧 我應該公司 對啊 他都不知道 你都什麼好看 你真的太誇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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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你這樣 好好考慮 你真的要娶這個女生嗎 你真的要娶她嗎 我覺得她有點太狂了喔 太好了 不要急著登記 OK 因為這個女生 不太正常 OK